18大前中共的最后一个省级党代会 北京市党代会最终确定延迟到6月29号召开 舆论认为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的人选争夺 非常的激烈难以定案 可能是延迟的主要原因 而薄熙来案了结之后 中共党内的各派系利益还有权力的协商才能够完成 估计最高层的人事变动要到最后一刻才有定案 中共媒体早在去年底就报道 北京市党代会将会在今年5月召开 不过直到5月下旬 当局都没有发布任何召开会议的消息 此后人民网消息透露 北京市党代会6月份召开正式确认延期 6月21号的北京实届委员会11次会议决定 党代会将于2012年6月29号到7月3号召开 作为中共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地北京 党代会召开日期被大幅厚言 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有舆论认为 北京党代会的延迟 与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 刘奇的接班人选等高层人事安排有关 按照过去的情况呢 他也常常会把北京放在最后 因为他发现他北京的影响太大 等各局都发生完了之后 那北京就好办一些 这一届格外显得与众不同的 那就是说这一届是第一次 什么有强人指定的接班人 第二呢又出了国际来这么点大事 所以使得上层的这个各派力量的这幅增长 又出现了很多的变数 香港明报22号报道 北京领导层的新班底已经确定 考虑到北京施政的连续性 刘奇在十八大退休后 将由市长郭金龙接替市委书记 并晋升十八大中央政治局 郭金龙被外界认为 是胡锦涛安插到刘奇身边的人马 独立评论员韩武认为 作为中共内部斗争的聚焦地 高层对于北京市领导班子的定夺 肯定会比其他直辖市都要谨慎 对于波熙来的问题 因为他不能定案就涉及到他这个班子 最后定这个政治局的委员 因为他这个政治局的委员 要比上海重新都非常的重要 这个就是看胡锦涛和习近平能否对这个人 共同认可 不过也有海外媒体认为 如果按照今年中共换届形成的惯例 郭金龙接替刘奇的可能性不大 据人民网等官方媒体早前的报道 2007年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 预备人选的条件必须在63周岁以下 行政级别是政审部级和军队政大军区级等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今年65岁的郭金龙已经超龄 除非中共强行打破年龄限制的惯例 韩武认为 中共党内各派系利益和权力协商 要在薄西兰案尘埃落定后才能完成 因此最高层的人士 可能要到最后一刻才有最终定案 新唐记者长春 李明飞采访报导